好,最近今天要先带大家到美国这边,因为很多人很关心Google Trends在美国这边热搜的话题是什么呢? 好,这个因为美网开打了,所以这个重要的这个选手啊,赛事是非常受到这个全球的网友关注的。 那美国呢,跟关注的就是这个小威廉斯啊,那小威廉斯为什么会受到这个大的关注是, 他其实在这个8月的时候他就宣布说,哎,我这个应该打美网哦,应该是最后一次。 好像隐退对不对?对,我就是要退休了哦,那他这一次在这个美网的首轮比赛呢,哎,不错,蛮好的, 他是直落二级败的这个蒙特内戈罗的选手,成功呢,是首轮就是成功闯关了。 那我觉得这场比赛蛮特别的是,你知道他因为是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这个美网, 整场几乎根本就是他的主场,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其他的,就是他的对手, 我觉得一定心理压力很大,但是能够跟这么厉害的这种传奇球星也是一种荣耀啦, 一起比赛是一种荣耀,那他整个场面呢,就是他那个看台上面, 很多球迷还排字,就是说我爱小威啊,这种排字整个一片非常非常的壮观, 然后呢,这场比赛呢,也吸引到很多名人有跑到里面看的, 包括像是美国前总统柯林顿啊,还有这个隐心这个, 修杰克曼,然后拳王泰森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比赛的门票也很就是蛮蛮贵的, 蛮贵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你要连买黄牛票已经就是买不到吧, 对也很难买哦,他大概多少钱啊,这个目前还之前曾经这个首轮的票价在二手网站哦, 在卖拍卖的时候就已经涨了两倍,那平均的话大概要440美元, 大概是一万多台币,那如果是最贵最贵的那种离这个球员最近的这个场边系的话, 大概一张要17万台币左右,嗯,好,哈哈,我们还是看转播就OK了, 在家里喝东西喝可乐看转播就好,对对对对,吃东西看比赛也不错, 那还有一场就是他之后呢,就是明天三,9月1号的时候, 台湾时间9月1号,他会跟他的姐姐大威一起, 就是他姐姐首轮比赛其实没有表现得很好, 但是又靠了外卡的关系,他们两姐妹会打这个双打比赛, 所以是这个2018年后,他们大威大小威就是再度同台, 所以应该是蛮多的球迷会很期待这场比赛了, 对感觉他真的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好,美国看完我们就来看英国,英国的这个热搜的关键之交TwitterDone, 就是Twitter坏掉了啦, 还有状况出现了,然后大家就觉得一片哀嚎, 他是在美东时间的29号晚上7点钟, 就有用户说他用网页版的Twitter没有办法收到讯息的通知, 社群焦虑出现了, 对,因为大家都很喜欢用Twitter, 尤其西方国家都比较爱用Twitter, 然后他们后来就有在跟Twitter的官方来进行反应, 那官方就说其实他们的不明原因在抢修当中, 但是手机的APP就没有问题, 所以可能就有很多人就到手机APP上面来留, 因为不能没有Twitter这样, 但是这已经是Twitter今年第四次发生这个无法使用的状况, 所以就有人在开玩笑说, 是不是马斯克搞的鬼, 因为之前说要给人家买, 然后不给人家买的, 对,他现在跟Twitter还有互控官司嘛, 那当然也有人认为说, 现在这个Twitter频繁出了问题, 有没有可能真的是马斯克之前说的, 这个Twitter机器人账号过多有关呢, 那当然这整个故障事件发生三个小时之后是可以运作了, 但是就有很多的人在讨论这件事情, 其实像如果脸书啊或者是IG不能用, 好像也会有点焦虑, 对,我猜台湾人比较焦虑的是, 如果LINE当机的话伺服器怎么了, 那真的是我觉得会比Twitter或是脸书的影响还要更大, 对,好,这是英国的热搜话题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 日本这个关心的是他们市族这个日本代表队的球衣啦, 就是他们国家队的球衣公布了, 那他们是有两款, 一款这个在主场的时候呢, 是这个蓝色的上衣, 然后白色的裤子, 那如果是客场的话呢, 是白上衣黑裤子, 那主要的这个设计的灵感是来自2002年的这个日韩世界杯的活动, 那时候他们活动有就是有270万的这个纸贺的折纸,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球衣上面, 其实你看到那些几何的图样, 你再细看的话会发现那其实是纸贺, 那这个纸贺就是代表说要这个祈求, 是对胜利喜悦的祈求啦, 所以说感觉是蛮有这个对球赛嘛, 所以说是一个祈福的象征, 那其实在这个正式公布他们的这个球衣之前呢, 如果你是很喜欢看这个足球漫画, 叫做一个叫做Blue Lock, 一个叫做Giant Killing的话, 你从其实从这个漫画的连载中, 你就大概已经有, 有先透露一些这个新球衣的这个款式了, 所以很多的这个足球迷, 其实是在还没有正式公布前呢, 大概就知道说, 哎, 球衣大概是会长这个样子, 只是他们这个29号的时候才做正式的宣布, 有一点小巧思的感觉, 没错, 好, 日本看我们来看南韩, 南韩蛮关心这个国家, 叫做巴基斯坦, 其实现在他们的雨季, 不过他们雨下得太多了, 所以呢, 他们洪灾肆虐, 截至到8月30号, 你能想象吗, 他们造成了1136人死亡, 那其中还有386名的儿童, 所以其实非常惨, 我还有看过一个画面, 是他们带着全部的家当, 要绕过那个淹水去的时候, 只剩头可以走, 天啊, 那下面都是淹水的, 我觉得真的是很夸张, 这可能有一个部分是因为, 他们的这个海绵, 就是城市海绵的这种吸水啊, 或是排水系统不太好, 但是他们目前说, 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土地, 都被洪水淹没了, 所以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旱地, 来抽水救灾, 所以现在有百万人是流离失所, 那到底要救灾嘛, 所以他们就希望说这个, 可不可以派出海军啊, 到这个边境来救灾, 但因为真的洪水, 都把道路冲毁了, 所以, 你连要抵达都很难抵达, 所以他们现在只能仰赖是直升机, 然后那直升机能救援的部分, 就又比较少一点点嘛, 那现在他们国际, 到底要怎么样来帮助他, 现在这个IMF, 宣布说要向巴基斯坦, 提供11亿美元, 那这个计划, 还有一个计划的规模, 也会增列5亿美元, 那联合国也拨了3亿美元的赠灾, 英国土耳其, 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都已经宣布要帮他们来展开援助,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在巴基斯坦, 已经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各个国家目前是持援, 赶快希望把很多人解救出来, 好, 这个真的跟可能跟气候变迁, 也许也是, 可能应该是有蛮大关系的, 没错,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香港, 香港的这个关键字呢, 是一名男语言叫做郭靖安, 那为什么会突然冒出他来呢, 主要是因为他演的一个港剧, 叫做白色强人2, 这个港剧最近的收视率蛮不错的, 那大家就开始对他的这个背景, 想要多一些了解, 那就是上海的媒体有做他的一些这个报导, 发现说他其实以前啦, 他的这个心运不是非常的非常的顺, 心路坎坷就对了, 因为他之前这个刚出道的时候呢, 有人说他长得很像这个哥哥张国荣, 那后来这个张国荣也曾经在变片场的时候呢, 跟他相认过, 还说, 开玩笑说如果他这个需要找替身的话, 真的可以找这个郭靖安来当他的替身, 是受到这个本尊认证过的, 但是他这个在香港那时候的发展并没有很好哦, 那他后来还跑到这个中国大陆跟台湾, 有来去找寻这个这个演出的机会, 但是也一直这个要红不红的, 是直到后来呢, 他又回到这个香港TVB, 然后也开始演了这个港剧以后, 哎, 开始慢慢打出知名度来了, 大家发现他其实演技蛮好的, 而且呢还透过有三出的这个电视剧, 有拿下三次的这个市地的这个殊荣, 非常的不容易, 那最近这个白色强人2的这个收视表现又不错, 所以说蛮多的这个评论的娱乐媒评论家是认为说, 他有可能会再拿下第四次的市地, 所以说因此蛮多的这个香港网友在热搜他的这个名字来想说, 哎, 看看他到底的这个成过这个发展的路途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 我觉得他现在就很像是演艺圈这种比较典范型的, 就是刚开始没有很红, 然后后来一直坚持之后, 哎, 就一下就走红, 突然翻红了, 对, 所以有不到哪一刻你也不知道说, 自己有没有可能成名, 对不对, 没错, 就是很激励大家的一件事情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台湾的热搜话题了, 是谁呢, 也是一个人, 是张善政, 我们都知道张善政现在代表国民党要选桃源市长参选嘛, 那之前才爆出说这个民进党的原本期, 前桃源市长参选人林志坚, 是有这个论文抄袭的这个状况, 那现在张善政也被揪出说, 其实他有一个这个研究计划, 大概5000万元的, 他也是有抄袭, 甚至他说因为这个有翻译英文的网页, 没有写来源, 甚至有简体转成繁体, 结果这个重组句子变得不顺, 甚至说连惊叹号跟这个标点符号都抄, 但是张善政是说, 这个研究其实就是报告搜集一个整理国外农业电子化的一个最新资料, 然后提供给农委会的研究单位, 所以他说这不是论文研究, 也不是要开发新的技术, 完全就是要整理报告的内容,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 大家看要相信谁, 一个说的是这样, 一个说的是那样, 那当然洪基, 因为当初他是在当洪基主管的时候所申请, 研究计划, 对, 那现在洪基有发声明说, 确实是一个整理报告, 那目前这个很多讯息就是简不断理还乱, 那大家就是要自己判断到底谁才是讲的比较对的, 好, 尤其是选举快到了, 这一类的新闻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对, 没错, 没错,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很关心的是这个足球的这个话题, 他们这个热搜的关键字呢, 是这个Newcastle的这个门将叫做杜巴夫卡, 那是关心他是因为呢, 这个曼联最近砸大钱, 他们签了两位这个新的球星, 其中一位呢, 就是我刚刚讲到这个Newcastle的这个门将杜巴夫卡, 那他是在这个进行, 他会再进行体检, 体检完后他就会正式转会到这个曼联, 那这个另外一个呢, 他们是用一亿欧元的这个天价, 签下了一个叫做阿贾克斯足球俱乐部的一个前锋, 叫做安东尼马菲奥斯, 所以说一次你知道他没有讲说这个买这个杜巴夫卡花多少钱, 但是买这个另外这个巴西前锋安东尼又花了一亿欧元, 所以说很可怕很可观, 就是曼联真的是很想要重振旗鼓, 要不然每次都被粉丝骂, 对粉丝骂, 然后之前那个马斯克又说什么要买他等等之类的, 希望能够签下这个两名非常非常厉害的球星, 能够让球迷对他们的信心找回来, 就对了, 没错,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